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说什么好 不如我们由一场水灾开始讲 我们看到最近在广东、广西、福建这些地方 就是很大的水灾 我想如果大家在香港的话 都会看到近几天下雨很重要 又有寒雨什么什么的 这些是一年一度的城市 年年都有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又说 这些年年都有的城市 今年有什么特别 今年的特别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城市一向都是这样的 就是一大堆的官又不管了 最重要就是习猪头又有一年一度的避市了 这个避市是什么呢 你记不记得当年河南水灾 河南水灾的时候 2021年三年前差不多这个时间 河南水灾浸到整条水 就是那些隧道什么都有的嘛 习猪头去哪里的地方 习猪头当然要离开了 去了西藏了 记不记得吗 记得 我没有你那么好记性 但是我一定记得习猪头永远都会逃离灾区的 没错了 哪里的地方有灾区 他们就远离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习猪头的厉害地方 这次也是啊 要去什么呢 去一个什么 青海西藏考察 要看这个青海省果乐西灵民族中学 和宏国子的 我就不知道呢 这次宏国子呢 是不是祈愿祈福 祈福党的祈福啊 祈福 还是呢 就是打算是这样来备载祈福 这个就是满天神佛 他这个祈福就打算 哎 要祝福所有在福建啊 广东 广西的受难人士 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就是他的想法 当然了 广东 广西 和福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没什么特别的 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又是死的人 主要是水苦涉河 喂 梅州的地方一涉红就出来 这个地方和河南那些一模一样 接着又先涉红 后报告 等你死都死不眼斃 接着呢 报喜不报忧 所有的数字全部质低 接着梅州还有趣 你要我科学报嘛 我报给你中央看 给你央视看 他在事发之后不够两天 可以报到呢 房屋一千四百三十六栋倒塌 原来是有这个三百九十里的公路受损 有整十六万四千六百三十四人呢 是受到灾害 另外农作物受损是八百零五十七公顷的 你不觉得这些事情很奇怪吗 你可以在受灾之后四十八个小时 报到这些数字给我听 最准确到个位数 连十六万四千六百三十四人受灾 人数都是单丁数都报出来的 我告诉你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你问我呢 连个受灾公里数 所有东西全部都报到这样 目的是什么呢 电线通讯电路多少公尺 多少电线的公尺 十八点四万公尺都报到出来 我说这些完全是匪夷所先 就是你问我现在中国已经去到 非常荒谬的状态 就是上下交双策 接着人呢 原来死了都不知道什么事 这件事死的人是相当多的 那当然了 去到今时今日你问我 不是呀 官方说是几个而已 大佬 到处都是 你说梅州也是报几个 复健也是报几个而已 是啊 所以这个 加上9个人而已 10个人都不可以超过9个人而已 是啊 这个真的离谱了 因为你看回以前的水灾 先讲说如果以前的水灾 其实就一个这么大范围的华南 整个华南大概知道 比如很严重的有广东、广西、福建、安徽 那些都有 大家看贵林那些真是吓死你 真是浸到那些洪水浸到 那其实受灾人数一定是以千万计的 以往就是这样 那现在就 就是再强调一件事 其实你说连年都有水灾 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至少起码 我告诉你在江泽民年代或者胡温年代 起码共产党都会在意一下 就是人民的感受 怎样都好 怎样霸王眼上弓 怎样打橫来 其实都会 就是都会 看一下人民的那个痛苦 就是大家都会感受 就是说你现在我想说 不正止这个 首先皇帝先由皇帝讲起 这个皇帝不正止 每次他都不会到灾区 这个已经指定动作 我直接有合理理由怀疑 其实根本他知不知道 他会不会很准确知道灾情的进展呢 我想真的绝对不会 那他今天那个 就是全部都是用着一些马屁油 就是在每个地方都是 都是一些很熔绿的政府官员 喂个个都好像你刚才说 投机快点正 48小时内作点 作点数据给你 就算了 那就是 哇大哥 如果你还有心思 你看看每一天 香港这个开电视 NOW TV TVB再加上 你真的会吓死 比如香港的新闻都是这样 全部是播中央台的 然后就告诉你 水灾是多么受控 转移了多少人 喂完全是没事的 然后政府的反应有多快 那还有再看一下 今天和现在 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 还有就是 香港不跑新闻 台湾都不会 全世界都不会 关心中国的水灾 OK 因为关心来做什么 就是刚才我这么说 我第一句可以告诉你 这些只是一年一度的盛事而已 喂我都没什么同理心 大家都没了同理心 你还以前那些什么 华东水灾 血浓于水吗 喂 連中国人自己也不关心 那外面的世界也不关心 喂那些人 就是你受灾的人 如果你是受灾的人 其实你就很惨 真是 有冤无路数 就是直接是 叫救命都没人理你 那这个就是今天那个 就是水灾的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喂大佬 你经常说自己的国家有多厉害 但今次这个华南水灾的scale 其实是大到呢 是吓死你无论范围 和那个持续性 四月中已经开始水灾了 就是我很想和那些呢 在香港那些电视明星啊 或者政府官员啊 一日到刻就和香港人说 啊大湾区有多好 有多好 喂第一你自己又不搬上去住 或者你下年 你就是 就是以后你和大家 和香港人说一声 喂 其实啊很正啊 大湾区真的很好玩啊 每一年起码还有水上乐园啊 那你都说一声啊大佬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叫香港人 走去一个这样鬼地方住 是你自己有没有 你自己有没有廉恥的呢 大佬 如果我在大陆住 连年都要面对这些水灾 是不是呢 你这真的很过瘾啊大佬 我以前在大陆 我连年都是 我连年都见过这些水灾的 告诉你 在公路游水啊 我不知道见多少啊 然后在公路捉鱼啊 不知道多少 我就什么千奇百怪都见过 是不是 现在还有地陷啊 泥石楼啊 跟着那些全部 我全部都见过了 但是你真的不要 哄香港人再上去大湾区住了 ok 一个这样的地方怎么住呢 还有看到水利 在习近平的治下 这个水利 大家因为今天已经唯威唯的官员 真的没有人会再理的 你这些再强调一次 这些不是天灾来的 这些是人祸来的嘛 台湾就下雨啦 那我们都问一下 等下桑普回答一下 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水灾 喂你对面福建就已经下到狗屎了 为什么你还可以在家做节目呢 有没有搞错啊 桑普 就是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 大哥 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 中国的水利是差到 现在这些是人祸来的 是下雨的水去不了 倒灌 ok 个个城市都是这样 浸完一年又一年 完全没有反省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特色的水灾 是的 这个是问题 譬如说梅州整条桥是冲塌的 一条桥是没那么厚的 是的 支線的 基本上它突然之间塌 之后人们在行车 人们在行车 人们在行车 是的 就是你想想这些方法 如果你觉得好 如果你的桥承受不了 那叫人封了你的桥去 不要用咯 有些水冲塌它咯 如果你觉得冲塌不到的 肩如盆石的 那你就由它走咯 但是你两个都不是 ok 你两个都不做 但是Sorry 桑普 我想插你一句就是 最严重的就是 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里面的增长 这个就是今天的世界 其实全世界 其实整个世界都是 喂 我想问 你怎样去 就算我当你有多么大爱 你怎样去关心中国这些天灾 又好人和的东西 你根本连知道都知道不到 谁说的真相出来就抓谁 那现在你连皇帝都 是的 连皇帝都被蒙在鼓里 你猜习近平知道多少 循例又是出句话 扎城地方官员 什么搞好灾后的建设等等 又是说这些东西 跟着它继续又是风花雪月 就是几千年来 二千多年来 中华文化这个帝国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是一样的 你想想 我就说这个问题 与其说是共产党的问题 根本就是中国人的问题 是 这个种 不要这个种 我种族主义 是这些土地上面这些人 就是叫做死了 都是自取滅亡的 跟你说不是的 那我们都是这样 你们各个拥护了极权政府 拥护了这些专制的帝王 拥护了地方官员 而你无恶不作 这件事才是最大的问题 你想想 所有的建设都是扑的 上下交双插 起个水库 原来突然泄雄 先泄雄后报告 接着你报喜不报憂 刚刚傑斯说的 没有资讯的透明度 不先告诉你 有很多东西让你蒙在鼓里 接着很多基础建设出了问题 水位升爆了 又说到全部报告是什么 是数字 例如在数字上作出来 例如说 6月19日主要河道报章 在广西贵人那地方 水位升到148.55公里 这么准确 148.55公尺 是准确到尼米 很厉害 水会飘的 它准确到尼米 很厉害 就来纳米 148.55公尺 然后超过1998年 尼江特大洪水的148.4公尺 你看看 又超飘了 这个地方就没有大雨治水了 因为最近 台湾和中国很流行 讨论一个问题 大雨治水 就成为了关键搜索词 因为台湾 教育方面 就说 108课纲就没有教这些东西 那显示了很多的家长 就问那些小孩 为什么你不懂大雨治水的呢 就觉得学校不教 大雨治水本身是荒谬的事 是传说来的 第一传说不是信使 第二就是说 就算它是真实的东西 它是一个被职场霸凌的人 对不对 喂 三个家门不入 那还不是职场霸凌 另外就是第二 喂 治水一个人就可以治到水的 哇你真厲害 哇你真棒 你又没有讲到大雨用什么科技呢 没有 他就用疏尽的方式来做 那浸死多少人有没有报道啊 是不是 就是今时今日呢 习近平就是用这个方法 不是用疏尽的方式 也都不是以起堤霸的方式 是什么呢 不起的方式 西喘青海 没有事了 看不到 眼不见为干净嘛 写了多少人 全部地方官的错 地方官就推给那些工程公司的错 工程公司就推给他天的错 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搞的嘛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连做秀都不做啊 瘟影帝2008年 还要去到文川地震道 抓住个波鞋 瘟影帝 喂 那些习近平做秀都不做啊 不是 总理去了澳洲啊 哪里有空啊 真的 现在还在马来西亚啊 好像 大佬 是吧 他秀就应该是总理做的 但是习近平就 连总理做秀都不给的嘛 大佬 是啊 都不给的嘛 所以呢 他习近平这件事就不得了了 就是换言之 他自己连做秀都不做 喂 你去到災区的地方 你去到文后下也好嘛 也没有以前的无耻民人嘛 王兆山总理夫主席 换做鬼也幸福 余秋雨要上身理干余啊 就是对于这些人 好像心理治疗一样 喂 今时今日 你连这些民人 无耻民人都不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不去巡 怎样总理夫主席换 怎样做鬼也幸福呢 呼又没有 换又没有 死了就自己死了 因为中国咯 是啊 因为今天要告诉你 要告诉你 就是水灾是没有问题的嘛 谁敢说水灾有问题的 喂 大哥 就是跟阿习不妥的 今天是这样的嘛 所以是 就是你刚才说 喂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中国人还比古代那些 古代你听 我们读中国历史 也有啦 年年水灾 接着民怨四起 接着各地都有民变 喂 现在哪有啊 大哥 你死你死吧 总之不是死到我那里就可以了 是的 最近就杀村官很多了 你要不要杀再高一点 就叫做草包散 就是我不想说粗口了 草包散 什么叫做草包散呢 就是譬如你的村官 你骗我们 可以 我们把村民全部拖在一起 杀你全甲 真是死全甲 今年很多啊 这些 又是没有增长 是的 整天拿刀劈 现在全部交给自己 自己问题自己解决 好出了很多刀客的 今年中国呢 很多刀客的 是的 但是这件事呢 我觉得呢 慢慢地搞下去呢 真是很有趣 我不是鼓励大家 香港人这样做 或者鼓励在海外 对付一些中国 中国官这样做 但是自己想一想 你想一想 去到最后 当这个城外的势 的话呢 不得了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有个女人 女子被人家强奸 她的母亲呢 受不了 于是那个女儿庭审 发现那个官呢 放走了一个强奸犯 就在现场里 亂刀劈死的人 或者在法庭里面 拿刀劈死的人 是的 他收到那个网 是的 是私了的 你哪里叫大陆来的 私了现在越来越横行 你说这些文件呢 是小规模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经济 开始塌 那你塌呢 最伤害那些什么呢 是最穷那些人 那最穷那些人开始出了一些事了 但是你会由最穷那些人 去到大规模的文变呢 还有一段时间 现在还没那么快 那你的文变 会不会容易呢 当然难啊 数位极权主义嘛 天眼嘛 AI嘛 难 但是你会不会杀呢 人都成一块 不负燒烟头 I die you die you die I die 没问题 他觉得就一起死了 反正我亲人都死了 我就要你全包散 之后我死了 OK 这种情况很多 那还搬不搬上去大湾区那里住呢 桑普 哎呀真的 问肥妈 吃碗丸 吃碗丸 但是肥妈一直都是叫人家 上去大湾区那里住的 他自己没去过 大佬 没错啊 他的子女 他的子女 是不是都去到其他地方读书 我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想想一下 是 是 中震图啊 南令伦那些呢 每天在那里 就是 那些人都要当权的 都要领 这些人 跟那些魔鬼有什麽分别呢 这些圈蛙的一班小丑 对我来说这些人是最惡劣的 是的 你光复香港那一天呢 他就好像石坚那样 跪在王菲雄的面前 接着 我知错了 其实我都是黄尸来的 这样 是啊 是啊 就是这些了 其实我都是黄尸来的 我被人家弄弊的 希望你们原谅我给一次机会 那些 是啊 石坚上身 都看了很多 我事先声明 就是说这些东西 他今时今日都迷途不知法 有什麽办法呢 要原谅他 不是要屈他们的 他们在港英年代 他们都是校中英女王的 八九年六四 是不是 这个 譚詠麟 怎样说 今天都可以找回一条片看的 对着个镜头 EA牌牙 莫莉牌牙 这样 大哥 他们是最喜欢讲大家对听的东西 总之息事務者就是这些人 所以没立场 黄尼牙 譚詠麟 阿B 这些人 捐钱给华南水彩国威人 是的 给人捐一百万 OK 他们应该做 同意 同意 是的 你应该由他们做 爱 你不是中国人 是 你中国人就请你捐钱 我不是 我不需要捐钱 你是中国人 爱党爱国 是吗 捐钱捐钱捐钱 迟早会打他主意的了 不过习近平其实不止去了西藏 青海那些 最新就去了延安 在延安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在西藏、新疆去到延安 总之就不去广东 不去福建去延安 是的 再一次就强调昌干子出政权 他说政治建军是人民这个军队立军之本 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 昌干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这个人是不是他在说他自己呢 当然了 我明白了 是啊 难道掌握在彭丽媛手中 掌握在蔡奇手中吗 就离会了 蔡奇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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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是啊 三中全会会不会宣布 就是 彭丽媛有新的职务呢 中央军委干部考评专职委员呢 这个就拾鹿二代 很快就来了 三中全会 是啊 很快就分明分明 老婆都出来了 就是快就很快 就是看到彭丽媛演演上升 而且有这个军队里面的人士的任免权 因为他做的职位呢 基本上是和军队里面的人士任免非常有关 那当然了 一句定一万句 这个是杂夫人嘛 谁敢逆利益 以前毛泽东都有江青 现在呢 这个地方不止有江青 就有张春桥 王鸿文 姚文元 那现在今天 也都有这个彭丽媛 蔡奇等等人 都要发觉到 那些人是什么一样 就是王小洪啊 蔡奇啊 这些人完全一色一样 全部都是照抄以前的人 不过目标纖为四人帮而已 全部是维维练练 是吧 那你说我们可以分化 习近平和这些人 你可以这么说的 但我没有告诉你 大家知道 这帮人永远永远永远的 OK 那这个之余 也都有一帮握枪干子的人 所以现在 习近平最怕是什么呢 在这些这样的人之外 涉入了另外的势力 但问题就是说 很多东西都是心不服口服而已 你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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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习近平 你最能力 但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推敲 喂 大哥 解放军里面 其实已经多次看到 习近平 搞极也搞不定的了 换了多少重人 这十几年 是不是 数极也数不完 教委中心僅僅僅的,就剩下了張又俠,現在還是死靜 這次是連老婆也要出馬 這一次我覺得是,差不多是最 haft的一招 有人信得過,最信得過就是自己老婆 年事已高,怕自己死之前被人推翻 於是毛澤東就是這麼想的 為什麼把江青拉上來呢? 就是因為覺得其他不是我搞過的人 和我一家人的人絕對都是有異心的 我管的是什麼蔡奇、黃小雄 總之這幫人怕曹菲的福建幫打倒我的 於是把老婆出來來鎮一下牆 試一下風向 聞到那個人 這個就是他老婆的作用 當然他老婆唱歌是不厲害的 那些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說他老婆在做什麼呢? 就是江青的角色 現在淹染上升 很多人就說 三婆沒那麼快的 台灣有些人跟我說 有些平良人跟我說 沒那麼快的 這個彭麗媛 起碼都要入這個中央政治局 起碼都要10年時間的 他又不是中央瘋狂瘋狂瘋狂 你說這些 其實說了賣弄你對中共內部規則的知識而已 但是這些規則完全在中央瘋狂瘋狂瘋狂的 習近平需要講規矩嗎? 共產黨講規矩的嗎? 所以你要明白 這個不會這樣發生 說你是的 搞個中央文革小組就行了 是的 沒錯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比喻 對不對? 在共產黨的制度裡面可以架空常委 然後就搞個中央文革小組出來的嗎? 用什麼跟你說呢? 哇 架空你就架空你了 所以就是習近平愛彭麗媛 彭麗媛跟愛習近平 They love each other 就是這麼簡單 尖諜情深 非常好 是 剛才你說水災 剛才你說水災 我覺得如果你跟以往可以有些不同 整色整水的事情呢 其實應該做一下 就是在福建有啦 廣州桂林 哇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洪水多厲害? 其實應該在洪水那裡就浮了一隻潛艇出來 這樣 哇 就夠了震撼了 是不是? 河流到那隻潛艇出來 你錯了 不是河流 不是河流 是公路被洪水浸了之後 有一隻潛艇浮出來 這樣就證明解放軍的那些軍事是有多麼厲害 我們連這個潛艇都在公路上出現 我是開玩笑的 真正解放軍的垃圾潛艇 真是在海上浮出來的 這個地方就是6月18日的清晨5點鐘 都嚇死了 彭湖的漁民呢 就去到金門接彭湖的水域呢 去捕捉一些呢 就是我們香港的 釣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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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海邊上有一些黑色的浮出來 好像有龜殼那樣的 那拍照了 那拍照發現到 咦? 一拍 哇 發現到呢 是黑色的潛艇的上面 那一看 後來的軍事專家看一張照片 就發現解放軍094A級的戰艦 那這個戰艦呢出現在海峽中線二西 水深45米的地方 水深45米就不是很深的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在中國的這個領海範圍的 因為它是在中國海岸線對出11.98海里 那12海里就是它那個所謂的這個分解 實際上呢 沒有違反到任何的國際法來的 OK? 那這個地方就在一個很淺的地方出來 那拍到這張照片 那拍到這張照片的時候呢 喂 這樣就不得了了 那因為這個這樣的戰艦 這個這樣的潛艇呢 是一萬一千噸彈道導彈的核潛艇的 那為什麼一艘潛艇 潛艇 為什麼叫潛艇? 你就浮了 為什麼做潛艇呢? 你做潛艇的目的就是什麼呢? 是引力你的行蹤的嘛 是暗中執行任務的嘛 你不去到別人偵測不到你的地方 甚至是自己國家的軍港 你不會浮出來的嘛 那好了 你突然之間浮出來 有沒有看過以前80年的時候 什麼追擊 什麼赤色 不知道多少號那些呢? 是 是 是 無緣無故事浮出來的嘛 浮出來等於你破壞了你潛艇應有的功能 是暗中執行任務的嘛 那為什麼你會這樣浮出來呢? 那有些軍事專家就說呢 就讓我看看傑斯信不信這些東西 就是說呢 是做穿越淺海海域的考察 那有些軍事專家 我不講名字 他說怎麼樣呢? 那潛艇是需要有些地時間浮出來的 因為呢 淺海的地方 如果呢 你不浮出來呢 那浮出來才有些水的波紋 那些噴噴噴噴噴噴 就是旁邊這個地方 那些聲音呢 就干擾到呢 人家的雷達的偵測 那如果你不浮出來呢 就在海底裏面呢 45米的話呢 你反而撞到一些東西呢 更容易呢 它被別人偵測到 所以它是穿越淺海海域的考察 希望考察淺海海域 這個潛艇會浮出來的 另外就是有人說 這班解放軍其實目的就是想向美國去 避美國那幫人 因為美國等多國部隊 正在菲律賓海和南海聯合去演練 兩年一次的 中國的潛艇避免聲雲被偵測得到 於是才取到台海來行 就不行台灣的東部 而是直接在台海裡行駛 這個美國演奏的名字就是Valiant Shield 就是勇敢之盾 大家如果有個清楚可以查一下 有人就說這個潛艇是不是疑似 由三亞的阿龍灣 航行去到青島的海軍基地 去做這個北海戰區聯合的操練 或者是返回滑海的造船廠 定期去養護入船澳去維修 就不得而知的 那有人說 就是我覺得 我就看這件事怎麼看 有人說這個就是他故意這樣做的 不是意外 絕對不是意外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 他示威 就是跟大家說我浮出上面 證明我解放軍就有潛艇的 要示威給大家看 我有潛艇 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大家說 當然也有些軍事專家都會說 是否機檢護匠呢? 絕有可能 換不到氣 於是要浮出來出的問題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 即是鯨魚都要吐氣 不是 因為你彈到導彈潛艇 其實是可以潛在海底裡潛幾個月的 實際上我都答不到你究竟是什麼原因 因為你都說了那些原因出來的 看看大家信什麼 我自己 我告訴大家 我偏向信的就是 有些機檢故障加一點示威 我覺得澎湖最近有 我覺得不僅止這件事 最近在澎湖其實 如果你問一些澎湖的台灣人 最近看一看頭頂 不僅是海底 看一看頭頂 都抹大口 只有一個洞 你說經常在澎湖見到 解放軍那些戰鬥機飛來飛去 已經都見慣不慣 最近見到的是 民航飛機 南方航空東方航空那些 在澎湖上空飛過 那這些其實也是小學雞野 總之習近平就是 用盡 再跳一跳 最近你有沒有看金融時報有一個報道 就說這個 引述內幕消息 2023年就是去年 習近平見這個冯德萊欣 歐盟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習近平就跟馮德萊欣說他 跟馮太太說 我是不會打台灣的 因為這個是美國佬的圈套來的 我是不會墮入這個圈套的這樣 我告訴你 第一 共產黨人沒有他真話 他說不打 其實我覺得很想打 但是他也都言下之意 有一件事就是 他真的 都是我們在那裡說 你自己 你現在都要安插你老婆在解放軍 那問題不在美國 不過他是拿美國來做借口 就說我現在不打 因為我知道你那個是圈套來的 這樣 我多聰明啊 這樣 其實他自己知道打不到的嘛 那你打不到的時候 繼續都是玩這些 就是 圍著台灣演練啊 那現在 可能這個是新花款 稍後就可以引證到 那飛機你也不怕 好 等你那些人釣魚 釣一釣一釣一釣 整隻潛艇浮上來 嚇一下你也好 然後又弄文航機 又飛過你頭頂 不用問過你的 喂大哥 完全是入侵 但是他又說他體現領土主權 那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 都是繼續在玩這些 小動作 那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要 還有就是要挑戰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剛剛上任 你繼續說這個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不隸屬 我就繼續 繼續玩這些小動作 還有看看新任的那個台灣政權 究竟那個反應會是怎樣 譬如初步 然後我就問桑普 怎麼看這個新任的台灣國防部長顧立雄呢 這個是文人來的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反應呢 我就覺得 喂 大家不用怕的 我們就已經 一起在我們掌握中 喂大哥 是不是這麼簡單可以灑掉它呢 最近民間的台灣很多 因為因為這件事又回來那些 首戰 就是什麼 首戰等於中戰 又拿回這些東西出來說 究竟打它不打它呢 就是台灣民間社會簡單來說 就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喂 我看到潛艇上來 究竟台灣人 就是台灣政府包括 台灣這個國家 究竟要給什麼反應對面看呢 是不是就這樣很松容這樣呢 那我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就是 顧立雄就 好像沒什麼了道那樣的 我不是很熟 所以我就想問問 問桑普怎麼看 怎麼看今天 他接下來這個任期他很忙啊 告訴你 有空就弄一隻潛艇出來 什麼什麼 飛機大砲都有 那他其實是真的要有些應變 台灣人有什麼應變 還有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 喂 你拜登也給一些反應來看看 大哥 是不是呢 就是反應都是不夠了 給桑普說 我噴了太多口水了 我就是說 其實關鍵就是美國 就是我想這個台灣國防部長 就是以前他做國安的部長 那現在他做國防部長 基本上他都 怎麼說 問人啊 當然我這個沒問題 做國防部長不需要一定軍人做 學白穿意就是例子 但是不需要 那國防部長問人做國防部長 那他是不是做得好呢 你問我就這樣看了 他緊跟美國的笛子起舞的 那大清燈剛剛上任 剛剛滿月 那就是不希望搞這麼多事情 美國拜登政府一貫的立場 你們看 就是我上次都講過了 關於比如說這個 就是他的副國務卿 特朗普的說法 還有很多人的一些看法 你會看到 喂 根本美國就覺得這些叫灰色地帶衝突 甚至他覺得連衝突都沒有 他甚至撞你的船 沒有去好像金門那個地方 去航拍你的東西 這件事完全在中國的領海海域裡面 冒出一艘船出來 就是剛剛給那些釣油魚 網油魚 報油魚的那些漁民拍到 那意思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第一 就定性為一個衝突 第二件事就是說 就算是一個衝突 灰色地帶衝突 美國也是叫做 勸大家不要做事 因為美國和台灣的軍方 有一個很 很有趣的想法 很有趣的想法 我認為部分是對 部分是錯的 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就會覺得 喂 遇到這些問題 我們就要審慎應對 搜集情報 但是不要去環坡 這件事是重要的 就是說都沒有用的 說就升高衝突 就是當時金門外面有一些 就是那些叫快艇 撞死幾個 知道 那這個撞死是基本上意外 然後牽形大波 美國就勸大家不要做任何事情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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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這艘潛艇 那些照片你看到的 它好像有個歸殼那樣的 它是背著那些彈道導彈的 那些彈道導彈 我們只能夠 只能夠 我們不能證實那些彈道導彈 有沒有核彈頭 它是可以詳情射對夏威夷 它不只是嚇你台灣 它會嚇你美國的 如果你拜登再用這些 這樣的attitude 其實就 習近平就會很開心 因為其實他都是不斷測試著 美台 或者甚至一會講菲律賓的時候 美國和菲律賓的反應而已 你要真的打他 他就縮的了 就是這樣而已 我就說 這個 我整個看法是這樣 美國現在是軟弱 不堪 台灣是跟著美國的軟弱 你想想 以色列會不會看美國這樣臉色 以色列也是靠美國很多武器的 你為什麼沒有一個獨立自主的政策 就是我要更加強呢 你說美國在後面看實了很多東西 錯 日本也不會這樣 韓國也不會這樣 是不是 美軍駐在韓國、日本 多於台灣的NLL聲 他都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台灣會這麼軟弱呢 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這件事當然要強調譴責、堅決反對 對不對 公佈你這些這樣的船 究竟是什麼 可能是什麼地方 剛剛傑斯講的 有核彈頭的 射程去到哪個地方 你說你一旦怕升高衝突 共產黨就會越踩越深 所以我就說在這個地方 我應該要強棒出擊的 就是今天不是要跟他開戰 因為他在他自己的地方 你不是要攻擊這個 不是要核潛艦 不是 而今時今日你要做的是 將這個事情 承認、公佈、清楚 那麼現在台灣的SOP就是 很可能 國防部公佈這件事有時候 現在的拜登政府說 No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就說 這個就是美國版的蔡英文 台灣的蔡英文就是 台灣版的拜登 那現在不是蔡英文了 戴清德了 我給他一個Benedift 他自己身上任的地方 不想激怒美國 於是在這個地方想做一些 比較緩和的措施 不想逆著美國以去做 未來會怎麼樣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還要對賴清德有一個觀察期 他怎麼處理問題 但是我會認為這件事情 應該要聲張的 不是應該要 好像這個 這個 Sip the mouth 這樣做的問題 我覺得 拉清德的台灣政府 其實是應該就這件事 不錯啊 你這次玩潛艇事件 其實是應該就這件事 去跟美國 去跟拜登的政府 在某程度上 大家要談一下 究竟有什麼對策 或者就是說 去到一些什麼的情況 台灣是可以有所行動的 那個行動是去到哪裏的 我覺得賴清德政府 要清楚自己的主導權可以去到哪裏 而這個主導權去到哪個位 是不會令到美國感到尷尬的 這個要做的 你不可以每次都是這樣 情況可控 大哥 很簡單 你當我半開玩笑 那我又學回你解放軍 我台灣那些海軍 看到你的潛艇 我又做幾隻 比潛艇的艦快走到那裏 然後登上去這個潛艇 拿著刀槍槍 拿著刀槍槍 好像解放軍那樣 對付菲律賓那樣 然後拘捕這些人 偷漏你 那我做這些事情又行不行 現在問題就是 連這個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連賴清德也不知道行不行 所以我覺得其實要正視 這個問題要正視 我覺得這很重要 如果今時今日 第一是美國 就是龐佩奧或者川普去領導的話 我想情況不會這樣 這個情況的話可能會有 至少有一半機會 是不會這樣發生 第二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 其實這件事最大的問題就是 叫做 台海內海化 抹除海峽中線 剛才提到的部分 常態化 503個航線 基本上是常態化 有客機在那個地方穿越 基本上就是把你的海峽中線 抹除 不斷用刷子 就是這樣去刷 而這件事台灣就是說 你知道台灣有一個很認識錯的東西 灰色地帶衝突 就不要跟它起衝突 就是說人家欺負你是對的 你就不要跟它起衝突 這些這樣的意識 就根本上是美國 既身格主義 雖正主義 投降主義的翻版 就是我完全就不理 它根本覺得這些東西 是跟你衝突 就中你計 這個想法是錯的 就正如剛剛你講的 習近平在這個會裡說 哎呀 美國要我攻打台灣武統台灣 就是要我中他計的 我想問習近平 打台灣是好事還是壞事 如果打台灣是好事 後來中計呢? 做好事怎麼會中計呢? 如果打台灣是壞事 那當然是中計 我想偷東西 我不會中你計的 我想殺你 不會中你計的 我想強姦你 但是我不會中你計的 那這些都是壞事 我想武統台灣 但是我不會中你計的 就是你知道武統台灣是壞事 那壞事怎麼拿出來說呢? 所以我就說 習近平 你的腦子是生糞的 我就是想說 太深了 你剛才這個問題 他不明白的 真的 是的 我覺得小學 小學程度應該明白的 就是他講的小學程度的東西 對嗎? 就是我給個課室和阿尿 我不會中你計的 那都是壞事 所以我說 你習近平想武統台灣 你不是想武統台灣 可以了 潛艇可以 打你 整個東西把你射擊 當你什麼刺激十月 追擊刺激十月 把你整個潛艇射擊 射擊什麼號 你說不打的 你說不中計的 你不要打 你不要還拖 還拖就是中計 你剛才說還拖就是中計 是不是 就打你 就打你福建 打你山東 打你北京 核沉你所有的設施 你打不打? 打你就中計 是不是? 就是你習近平 身為一個中國的國家主席 怎麼會說打人家是中計的呢? 你怎麼會說這些東西被人拚的呢? 所以我說 今時今日這個垃圾 不死也沒用 死也沒用 武統台灣 是他自己幾年前自己說出來的 有什麼叫做中人計呢? 還有 如果你真的這麼聰明 你覺得原來打台灣 就是中了美國老計 其實你習近平現在就應該想一下 在以往這幾年 在你身邊 有哪些人 是主張你武統台灣的呢? 你要抄出去 我立刻可以對一個 我立刻 23條 是不是? 我都 知情不可以不報 我先舉報一個 就是環球時報的胡錫進 我很記得胡錫進說過 解放軍打台灣二餘反掌 以小時計 OK 這些就是美國特務 大佬 是不是應該要抓這些人 還有香港也不少 我都應該做功課 找回香港 支持主席武統台灣那些 一樣 這些全部都要抓去打靶 就是今天 胡錫進你太離譜了 怎麼小時計 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 是要分分鐘計 秒數計 微秒計的 你都不懂 你說小時你搞錯 你只是擺明是蝦習近平 就覺得叫做 整個小時才武統台灣 你說完之後又不做 是嗎? 那你又說 習近平現在說你中計 那是不是要抓你呢? 說這麼多話 一天最壞的是你 說這麼多話 就武統台灣 是啊 所以跟著皇帝賺食 千萬要記住 不要跟車太甜 因為呢 就是今天的我 就可以打到昨天的我 不過剛才說完 台灣還有菲律賓 他不斷在挑戰大家的底線 挑戰大家的容忍度 那6月15號 他又說 根據新的什麼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規定 他好像說到全世界都要根據他的法例 那他說現在總之 整個 簡單說了 不說不讀他的例 總之現在 習近平告訴你 整個南海都是我的 整個南海都是我的 總之在南海裡 看到一隻外國的船 我告訴你 是商用 軍用 民用 我解放軍 我國解放軍 都可以上船 OK 拉人 封艇 還可以拘捕你的人 拘留30天 如果情況特別的話 運救你60天都還可以 然後15號就開始實施 17號就來了 就拿菲律賓制旗 他當然不會選美軍 南中國海裡都有很多美軍 但他又不會上美軍 他當然是上菲律賓那些 還有橡皮艇那些 然後拿著刀 拿著座頭 又來了 最先進的武器 然後就拘捕了七個菲律賓人 總之見菲律賓人好合 見你好合就欺負你 還有一個都斬斷手指 重傷 有四個拘捕了 後來要商議一輪 然後才放回那四個人 他又在做這些小學生的事情 又在體驗他的主權 所以說來說去我再說一句又給桑寶說 就是 喂 美國拜登 你真的要出來回應 你說過和菲律賓 喂 一個多月前你才說過 你和菲律賓的關係 是堅如盆石 那你現在當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喂 今天我們在做節目是六月二十日 大哥 已經過了三天了 那你太平洋有美軍的 OK 在那附近一定有 在人愛礁那裡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 吹一下雞 在人愛礁附近 跟著做一下 做一場show也好 大哥 沒有啊 大哥 真的只有一個口 現在 我是習近平 我都欺負你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說一下 拜登這些人 基本上 我覺得他都沒有辦法 去辨認自己什麼 我想民主黨這個集團 我這樣說 拜登他都老得不能事事 十歲以上 那現在他本身對這件事是非常軟弱的 他面對這些衝突 就不理了 他的做法就不理 知而不理 他覺得這些灰色地帶衝突 喂 大哥 你美國和菲律賓 先前探討這個共同防禦條約 共同防禦條約裡面有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遇到一個所謂的非和平的狀態 你應該一起去做事的 是不是 現在你今時今日 之前是什麼呢 噴水 第二次呢 射雷射光 干擾你的事 不斷升級 是的 不斷升級 現在搞什麼呢 登船啊 做什麼呢 因為那個船是什麼呢 就是想去補給 如果知道人外之力停了一隻 擱淺了很久的船 馬德雷山號 馬德雷山號 那那些這樣的 那些船 他不是打這個馬德雷山號 是很多執行勤務去補給的這些補給船 他登上菲律賓的一些船隻 搶走裡面的槍械 就包括一些八支高威力的槍 另外就是刺破了在這些補給船上面的充氣船 然後破壞裡面的裝備 跟著剛剛你說的 起碼七個人受傷 其中一個人斷了手指 OK 那這個是重傷 你對別人這樣的重傷 就是一輩子就沒有了手指 好了 接得回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風高浪急 就是我不容樂觀 好了 那你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怎樣呢 你根本上就是 例如菲律賓 原先在這個 這個杜特爾特時代 和中國過場的壽物 現在去到小馬赫斯時代 開始的時候 都希望中美兩個左右奉原 但是越看越不對勁了 中國經濟已經引擎了 菲律賓的企業又不想在這個地方投資 中國企業來這個地方投資越來越少 再加上什麼呢 你會看到很多的灰色地帶衝突在這裏出現 無論你看到這個黃岩島 人外礁 幾個重災區都出現問題 搞到小馬赫斯 開始現在重新開放 想開放蘇碧灣 給美軍進駐 甚至在菲律賓和台灣之間巴士港附近 也都要開一片新的基地 巴登島 給美軍在這個地方進駐 這些東西是共產黨逼出來的 就是你逼到別人這樣做 人家本身想跟你做好朋友 但是閘豬頭不要 所以我們需要閘豬頭就是這個原因 那你看到 就是中國海警局 一公佈這個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 兩天之後 立刻親自指揮 親自行動 親自執法 我管你什麼水災 總之要搞菲律賓一獲 結果什麼呢 第一次登船 第一次去搶武器 第一次弄斷人家手指 這些全部都是第一次 這樣搞法 這樣不是戰爭 我請問什麼戰爭 第一 你那些海警船 我們都叫海軍海警海上民兵 全部都是共產黨的東西 海警船是直接受什麼指揮的 不是公安部的 是解放軍指揮的 第二件事就是 這幫菲律賓的船 寶吉祥是什麼船 是軍船來的 不是民用船隻來的 是兩軍之間 你闖進別人的軍艇裡 砍別人的手指 簡單來說 弄到你的手指斷了 之後 你搶別人的武器 破壞別人的軍用設備 我問你 如果你走進去 這個九龍塘解放軍軍營 做你剛剛那幾件事 你會有什麼後果 如果美國軍隊 衝進去美國的軍人 換了這個便裝 衝進去解放軍營 做這些什麼 我問你什麼結果 當然解放軍人很害怕 我不會搞美國人的 另一件事 但肯定強烈譴責驚決反對 對不對 但是今時今日 我問了 除了菲律賓這樣做 那美軍呢 你根據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這個什麼 基本上是軍事衝突 是軍與軍之間的對決 這個已經不是噴水 打爛玻璃 照這個鐳射燈 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所以我想問 我看到美國政府有做的 我看到美國政府有做的 就是叫這個 Mary Kate Carson 就是駐菲律賓的美國領事館 最高領導人出來 做了一個譴責 就是這麼多 譴責人當然 有很多譴責的 美國又譴責港警 歐盟又譴責香港譴責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當然謝謝你譴責 我沒有說你譴責錯 但問題就是 今時今日除了這件事之外 你沒有了 那人家就越踩越深 越踩越多 這個就是惡人對付這些 善良的人 或者正常人的基本的法則 南海每年超過三萬億三兆美金的船隻 貨運 貿易通過 整個南海石油天然氣 是台灣 南韓 日本 不可或缺的 你今時今日如果被中國這樣搞 那不單止搞到菲律賓 是根本上整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 都會受到嚴重 影響到以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 這些情況我想就是 整件事都沒有辦法 我知道美國、日本、法國都強烈譴責 堅決反對 但是之後呢 你要做到什麼呢 是不是 就是今時今日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但是 菲律賓 如果我是菲律賓總統 我是要求美軍半行 那你也可以 我就覺得 如果我是菲律賓總統 我搞到什麼了 我以這個雙痕為患 挺好的這個提議 是啊 每一次補給這個 什麼鬼 馬德雷生 馬德雷生 是啊 你不敢打 本身就新穩 就是你沒有什麼用啊 是不是 這樣穿Mile 如果你都可以打 不 不用半行 不半行都可以 我每次當菲律賓政府 一出去馬德雷生號補給 我就跟美國佬租一隻 租一隻戰艦 然後呢 所有菲律賓就坐美國那隻戰艦 都可以 然後麻煩你載我去馬德雷生號 就好像搭的士一樣 OK 看他拉不拉 是不是 插著美國旗 是啊 是不是 就看他噴水 其實這些應該要做 大佬 就是真的 就是你 去到一個什麼的底線 我一直 就是 就是一直看著這些新聞 我每一次都會問就是 喂美國佬 你是不是想讓他霸了整個南中國海先 那再要強調一次 那個南中國海其實我們不知道其實都是政治不正確 我們不應該叫做南中國海 那不是中國的海來的 那個叫南海 那個南海有大家共同的利益在那裡 在對上一百幾十年 其實都 都叫做 不是幾十年了 二戰之後 都叫做是相安無事的 是沒試過有一個國家走出來說 這個南海就整個都是我的了 這個十段線 現在說到 本來之前是十一段 國民黨畫的 現在呢 五幾年的時候 剪了兩段 現在呢 解放軍又加多段 那段呢 就在台灣那裡的 OK 就頂了上台灣 然後跟著呢 就連這個 釣魚台都要 都要畫下去的 總之現在很簡單的說 就是有個國家出來 就說整個南海都是他 那 喂大哥 這裡 美國佬是地盤來的嘛 自二戰開始 太平洋戰爭之後 這裡從來都是地盤來的嘛 還有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 商業軍事的一個 一個 通航必經的地方來的 有南海先會有亞太 還有馬六甲海峡 這些全部就是重要到不得了 怎麼可以被解放軍去做呢 所以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拜登的盤算是什麼 你究竟在那裡 在那裡歸縮到什麼時候呢 這個真的不明白 你覺得不夠解放軍打嗎 大哥 沒有人會覺得 美軍不夠解放軍打的 對啊 我自己覺得 從現在開始 我是多忍7個月的時間 因為明年1月20號 我估計他收皮的機會很大 除非告訴我 又來了 拜登曲線 現在川普宣傳 too big to fail too big to lose too big to be rigged too big to rig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事 你發覺到 七個月 就是明年1月20號 就是這個新總統上任 今年的11月5號選舉 明年1月20號上任 美國總統一直都是這幾天 這幾天的 我想就是看回究竟 就是拜登去到 最後一段時間做什麼 但是我自己看 我不抱希望的 你問我 他這種做法 一直以來 美國很弱勢的總統 比如卡特 譬如複特 這些總統做事的方式來的 今天川普經常看到 很多的那些 威斯康森 什麼 很多的一些 rallys 我看回他們說到 就是 今時今日 你要求這些 就是 將10個最壞的總統 加起來的破壞力 包括卡特、複特這些人 加起來 歐巴馬這些人 加起來的破壞力 都不及 拜登一個人重要 這個當然是誇張之詞 左派媒體當然就是 縮罪 你搞錯說這些 就是他用誇張的方式 來講的事實 就是這個非常壞的總統 這個非常壞的總統 open voters 之後對於這個 經濟方面的問題 跟著對於全世界 引起火頭的問題 我只是講這三個問題 OK 就是這三個問題 已經是拜登相當嚴峻的問題 那你說他有沒有 川普會不會更好 那我講到事實上 2016至2020年的情況 更加好 我覺得川普的政策 我覺得一些都沒有不確定性 台灣很多人說 有uncertainty 一些都很確定 就是台灣要給錢去換和平 特朗普的年代會有一個 特朗普的年代 從今天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想特朗普起碼會做到那個震懾 就是再強調一次 其實我以往都講了很多次 大家看回這四年整個世界 這裡打仗 那裡打仗 那些仗怎麼來呢 所以我覺得其實到現在看到 在某程度上是因為有一個 好像桑普說的一個 軟弱 或者是一些愛你不理的一個美國的政府 是的 我仍然都相信 這個世界秩序是需要有一個 比較強勢的美國 我只是想這樣說 但是絕對不是今天拜登 你說為什麼今天習近平還沒停 他那個放肆程度在南海會不斷地升級 現在都沒停 大家都不知道去到哪個地步 但是這個放肆程度的升級 某程度上絕大部分是因為美國佬的不民不民 他給習近平看到的就是我仍然可以測試你的容忍度 究竟你那條底線去到哪裏 現在習近平就是在做這件事 是啊 所以這個是重要的 希望北約七月峰會有新的想法 但是我對拜登政府和布林肯政府是沒有任何的一些寄望的 就是我覺得他們這麼多年來都是在說陰一套、融一套 表面上就好像是空狠 做就看什麼了 然後之後你發覺到整個做法真是綏靜為主 生意為實 那你看看整個問題就是 對於中國來講又開始給一個喘息機會給它 尤其是俄烏戰爭以下衝突 中國在當中餘理得多厲害 為伊朗、為俄羅斯賺多少錢 你想一下中國地方就給它輸血線 你問我沒有中國的支援 今天俄烏戰爭只要中國一停支援 俄烏戰爭馬上吃牌 俄國根本上是收棄 這個大家都知道 美國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那為什麼美國不對中國凶狠呢? 還要搞一大堆什麼拜習慧 握握手 拍照給你看 這些搞什麼呢?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要懂得做的 學一下川普怎麼對金正恩 學一下川普怎麼對習近平 當他狗那樣握手 是不是? 去金正恩 開到一半說 我不跟你開了 是不是? 這些這樣的做法就是說 是一種 即是用不測來對抗強者 用設定規則去對付一些合作夥伴 這個才是做一個強人應該要做的事 如果大家是partners的 大家講清楚規矩 跟規矩辦事 如果你覺得要砌強人的 要等他猜不到你想什麼 我講得很清晰 很白眼 你對那些惡人 強人的 你每次都告訴他 我下一步會這樣對你 那你再來的話 我會這樣對你的話 那惡人更加會踩你上門 你對付惡人的 要陰一套 陽一套 假一套 真一套 不知道糖還是毒藥 不知道是苦還是甜 這個才是對付惡人最好的方式 那教了你的心法 就是這個就是做政治的基本上的原則 就是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 好了 那我們就休息一會兒 那下一節就會去到傑斯頻道了 那我們都要講一下 就是現在身在台灣的桑寶 跟我們都講一下就是 就是今天剛剛我們在做的節目就是21號 剛剛適逢就是台灣的國會改革的福爾案的進行中 所以我們一會兒休息一會兒回來 在新桑海神州的傑斯頻道 我們就會講一下一些台灣的東西 能有繼續 那一會兒回來再見 請再去收看傑斯頻道的新桑海神州第二節 謝謝 OK